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澳大利亚乔卷一新金陶工艺大师徐安碧正在工作着 先刻字 烧字 第一次进摇 出来之后第二次就是以至于六烧 现在六烧已经完了 现在第三次就是在上面画画 画完之后再进摇入烧 那烧出来就是第三次出来以后就完成了 徐安碧正在创作的是一个书画通景瓶 用画国画和雕刻书法的方式在瓶颈进行整圈的创作 三两笔之后一幅山野间花开灿烂的竹画面就呈现在了瓶体上 尽管它是通景瓶 但是它还是有主持关系 尤其是到最后结合的时候 两面结合 那时候一定要更要看出要结合得很自然 这样的瓶就是徐安碧完全烧制好的书画通景瓶 在徐安碧的工作室里 我们看到除了这样的书画通景瓶 陶盘 陶瓶 紫砂瓶等各式各样的作品琳琅满目 这金银陶是右下领绘 是用陶瓷的化妆涂 就是用陶瓷原料把它堆出来的 上面有半浮雕的感觉 这种是右中彩 是陶瓷原料化的 是右下你会 右中彩会 这个是我几十年的所有的作品里边 这个是出乎我想象的 当时是联合国教科文他们来参观之后 他们又把它带出来的 我一直没有同意 我们看到徐安碧工作室里的所有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在陶瓷或者紫砂上雕刻 绘制 国画和书法 这也是徐安碧四十年来一直研究的记忆 徐安碧的这种技法让宜兴的金铃从普通日用品转变为了工艺收藏品 并带动了全国两百多个金铃企业 每年年产一共可达到五十多个亿 出口陶瓷的生产是从这里开始的 就中国风铭的美国和日本市场 它的绘画艺术和陶瓷结合的一些方式 应该说对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和世界 所以走向世界古城当中是持得相当大的推动注入 徐安碧从事金铃和紫砂工艺已经四十年了 在业界他被誉为江南第一恪守 然而谁能知道一开始他的这种技法并没有得到承认 徐安碧今年六十岁 1953年出生在宜兴与浙江交界的一个偏远山区的农民家庭 他从小最喜欢的事情就是画国画 1978年他从江苏省陶瓷工业学校毕业 来到了宜兴金铃日用品厂工作 金铃是一种介于陶器和瓷器之间的产物 多用于盘碗等日用品的生产 通常也只需要绘画极为简单的图案 但徐安碧却一心想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作品出来 他开始研究如何在金铃上画国画 而这在当时并不成气候的画法 却让他承受了不小的压力 他学很简单的图案 拿到这个广交会去 外国人他马上就 他不懂这个国画效果什么效果 他只要以为是中国的出来的 客商就会把他就签订核动 广交会就订了多少出口的 我所追求的那个很难被那些 那些客商外商能够看重 当时的厂长甚至说出这么一句话 我们不管 小平同事说不管白猫黑猫 带到这个耗子就是老鼠就是好猫 他就这个话就说出来 到时候我印象很深刻 面对压力 不管同事和领导怎么说 徐安毕也没有停止创作 1979年 他的一套移权茶具 被故宫博物院看中 这对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激励 徐安毕期待着更大的发展 1983年 徐安毕来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进修绘画 自知不倦的追求背后 他的家人也进入着生活的煎熬 改革会让出去 有个企业 要让我帮他画一幅 我给你五块钱 我这很好啊 这五块钱当时这个字 一个很大的数目了 我就回他画 大概三天 晚上我没有回去 回到家 他也不在家 小孩也不在家 我就知道 肯定是在那里收那个 收那个那个那个 山里面种的山芋啊 还种小麦啊 我赶紧赶到那个地方去 我赶过去的时候 还没有到那个地方 就听到小孩在那里叫 妈妈 他怎么叫 我就看着他 他母亲始终不理他 因为死命的要干活 我听到那个声音 小孩这么叫 他还这么说 我就赶紧跑过去 把小孩抱起来 一看小孩满脸都是 你爸 都是长得不得了 我心里面很疼 尽管事业和生活都充满了艰辛 徐安毕还是潜心研究他的陶瓷技法 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后 他又回到了宜兴金陶场 继续做工艺师 他陆续创作出了三角瓶 方瓶 通景瓶等代表瓶体的绘画和雕刻方式 还用木刻刀和石刻刀 在较大的陶器上撰写书法 1997年 他被全国总工会评为了 全国十大能工巧匠 他迎来了人生的高峰 到人民大会堂 为国家领导人们表演技艺 我当时就静下心来想 我怎么能一个山里面出生的 一个很贫穷的小孩子 怎么今天会到这里来 无非就是我自己的一些 陶瓷上面的一些成功 这些就是几十年 自知不远地在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徐安碧金桃书画的成功 引起了金桃业界的反响 如何把中国的传统艺术 发展流传下去 成为了大家纷纷思考的事情 2000年以后 徐安碧常常到美国 加拿大等高校示范交流 传播中国的传统书画艺术 现在他创作的重心 集中在了紫砂书画上 他绘制的紫砂壶 也成为了众多收藏家 爱不释手的珍品 徐安碧有着幸福的一家 他每天都要从早上七点 一直创作到深夜 他的妻子就帮忙接待 从各个地方来欣赏 徐安碧作品的人 他说作为我们搞艺术的人 没有顶端的 没有最高的 要永远的 无止境的追求 徐安碧的大女儿 在澳大利亚生活 小女儿继承了父亲的艺术血脉 从事了设计师的工作 他有了两个活泼可爱的小外孙 每一次视频对话 都成为了徐安碧一家最幸福的时刻 徐安碧说 尽管现在事业有成 但家庭欢乐 才是他最大的满足 正是妻子和儿女 对他艺术上的支持 才能让他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他是清华大学 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他曾被华尔街通讯社 评为中国十大经济学家 他是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 因敢于职言而备受瞩目 华人世界特别节目 桥界时节 专访经济学家李道奎 2013年11月11日 记者来到了清华大学的 经济管理学院 李道奎正在给学生们 讲微观经济学 现在作为中国与世界 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李道奎 依然课程很多 除了本科七个班级 还要带五个硕士和七个博士 我们只能等到下课的时候采访他 李道奎给记者的第一印象 也是直率感言 作为一个学者 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 就应该敢于讲话 就应该敢于讲真话 就应该呼吁一些 可能政策制定者 不仅能直接听得见的一些想法 2011年李道奎在媒体上发表署名文章 他就中国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 发表了个人观点 他认为中国的个人所得税 应实行停税制 并在20%左右比较合适 这一大胆言论 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而关于这个言论 李道奎认为 较高的个人所得税 有助于调节收入差距 但是也将导致部分人才的流失 虽然最后李道奎的意见 并没有被采纳 他还是保持着直率感言的风格 在其他问题上 继续提出自己的观点 除了清华大学 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李道奎的头衔还有很多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全国政协委员 北京市人大代表等 但是最引人注目的 还是2010年被任命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 为中国的货币政策制定献级献策 在众多工作中 李道奎还是最喜欢在校园里教书 踏踏实实做研究 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学者 就应该接地气 其实中国现在的很多的变化 很多的进步 都是需要长期的 有很多学者来反复呼吁的 要把自己的学者的理念 逐步逐步变成百姓 所能够接受的意识 再通过媒体的放大 互联网的放大 再逐步逐步的影响 最后的决策过程 所以我自己认为 我自己的一个小的角色 也是这样子的 那么李道奎为什么能够 在经济学领域取得如此的成就 富士还要从他的读书生涯说起 1963年李道奎出生在北京 父母都是知识分子 1980年 17岁的李道奎考入了清华大学 当时国家最需要的 就是经济管理方面的人才 李道奎就选择了 数学与计算机技术 在经济管理上的应用 这样一个专业 1985年 李道奎大学毕业 被一位哈佛教授 邀请到美国哈佛大学 当访问学者 李道奎终于来到了 梦寐以求的世界顶级学府 但是访问学者没有奖学金 这对李道奎来说 是个大问题 非常地艰苦 我当时我每个月的生活费 还不足以租房子 所以最后勉勉强强 租了一个在当时看来 非法的房子 房子没暖气 没暖气的房子 没暖气在美国是 按理说不能出租的 但那个房子是 中国的留学生挤在一起 租了这么一个房子 没办法 实在是太穷了 为了维持生计 李道奎还要打工 他在哈佛校园里 当起了保安 甚至还在学校里开过校警车 每天的工作时间 是晚上七点到凌晨三点 可是为了能够在哈佛 学到最先进的理念 李道奎什么都愿意 一年之中 他几乎听遍了 所有关于经济和管理方面的课程 1986年 他终于如愿以偿地开始 攻读哈佛的博士学位 毕业后 李道奎找到了一份 让所有人羡慕不已的工作 在美国斯坦福大学 胡福研究所担任国家研究员 对于一个留学生来说 这已经是耀眼的光环了 当所有人都以为 李道奎会在美国 有很好发展的时候 他却做出了一个 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 在美国经济学界最关心的 还是美国自己的事情 那即便他关心中国 他也是一种 一种带有偏见的 感情上带有偏见的 这么一种视角 去看中国的问题 所以不可能做到客观的 给中国问题 也更不可能 让美国的一个学者 或者身在美国的一个学者 让中国学者通过研究 帮助中国改进他的社会制度 通过他的研究 来推动中国的社会的发展 所以最终还是应该回到中国 1999年 李道奎回到了中国 受聘为香港科技大学 经济系副教授 并任该校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2004年 他回到新华大学执教 由于研究成果颇丰 在2006年的时候 他被华尔街通讯社 评为中国十大经济学家 被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提名为全球青年领导人 此时李道奎已经是中国宏观经济领域 最权威的专家之一 但是李道奎并没有为这些荣誉而止步 他想的是更长远的事情 2010年 在达沃斯世界经济年会上 我记得美国一个研究所 叫做比德森研究所的一个所长 叫伯克森 他当时明确说 人民币已经被严重的低估了 应该升值30%以上 理由当然是很荒唐的 李道奎认为 这是国外学者并不了解中国的经济形势 才片面地说出这样的言论 所以李道奎花了很多时间 用外国人理解的语言 站在他们的立场来剖析中国的经济 他每年参加两次达沃斯年会 也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 和各种经济论坛 客观地向世界解释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 他自己称之为 把误读的中国解释给世界听 可是他的做法能被理解吗 当社会各界 包括外国的朋友们 对我有质疑的时候 说作为学者 你为什么要给中国经济做这些解释工作 我一点不用担心 因为更多的声音 远远压过这部分质疑的声音是什么呢 是一种感激 是一种理解 是一种感谢 因为国外的大部分的学者和政策指引者 也非常渴望要了解中国经济实际上发生了什么 以及即将发生什么 这个改革今天号的 我们是这样进行的去改革 他们这个过程 是实现中国的过程 这是一个改革的过程 对对对 我们来讲 对我们教育改革 记者采访的时候看到 李道奎的生活是简单而忙碌的 一下课就会在会议室里吃上几口简单的盒饭 顺便和同事 学生们讨论着明天的工作 草草吃完之后 下午还要去上课 如今清华大学正在创办一个苏世民学者项目 这是清华大学第二个百年中最重要的规划 李道奎就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从现在开始 清华大学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是要把西方的国外的 主要是西方的一些具有领袖潜质的年轻人才吸引过来 在学校里读书 读完书之后再回到他们自己的祖国 成为他们各行各业的 包括政治和经济领域的领军人物 这个时候他们理解了中国 他们了解了中国 甚至于要推动通过自己的知识 自己的感情的这种上的升华 能够推动自己的国家 跟中国友好的共处和平的发展 李道奎规划的方案中 未来这个苏世民书院 将会有论坛 国际会议中心 礼堂 图书馆 食堂宿舍等 与国际接轨的教学设施 和最先进的师资力量 到了那个时候 中国们就能够完全的 对全球其他的人民所能够理解 所能够接受 到了那个时候 中国的梦可能也就是变成了世界梦了 李道奎规告诉记者 他不怕非议 乐于发声 他认为这也是作为一个学者 对国家的最大的贡献 好 华人世界 我们的家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声